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櫃 今天要帶大家到全台灣最古老的玄壇真君廟 這間廟同時也是國家列館的三級古蹟 裡面供奉的武財神趙公明今生 聽說超過350餘年 這裡就是位於桃園南侃的武福宮 武福宮早期又稱玄壇廟、元帥廟 最早是明朝正成功的部隊在此登陸 聽說當時軍中所引請來的玄壇真君 在此地時突然於夜間發光顯靈 所以也就留下其今生 在此讓當地百姓共敗 迄今超過300餘年 也成為全台歷史最悠久的天官武財神廟 由於玄壇廟收到附近的南坎頂莊、夏莊、廟口莊、坑子莊 以及如珠錯莊 共五個地方的村民共敗 因此就也將玄壇廟改名為武福宮 並由五個村莊輪流負著玄壇真君聖誕時的慶典表演 也因為武福宮是百年古廟 我們可以看到整體的建築石雕、屋簷瓦瓦都是歷史悠久的 而比較特別的是看到在兩側的偏門上 我們看到有水果穀物 還有鉗筆的圖騰在上面喔 這應該是象徵著武財神保佑大家每年都能豐收富足吧 進到武福宮的正殿 我們可以先看到大殿供奉的就是玄壇真君 天官武財神造功名 上面也有一塊匾額 寫著開台玄壇元帥 而且在前面也有許多的武財神精神 這都是可以讓信眾擴歸引請回去奉拜的 而在兩側也可以看到非常多信眾的武財神李斗安奉在此 受到武財神全年365天的庇佑財運 在鎮殿前方我們可以看到武福宮的鎮公之寶天爐 武福宮就在這裡 這座天爐是清朝道光年間以石柴打造而成的 至今已經有200多年喔 當初是為了武福宮的奇安建教所至 所以是真的用來作為香爐使用的喔 而目前這座天爐也已被列為台灣宗教白景的其中之一 在門口也有標示介紹 真的是很稀有難得的歷史古物 但因為後來武福宮的信眾越來越多 導致天爐太小不夠容納這麼多的香火 所以就把天爐收藏了起來 後來經過一位風水開語老師 發現天爐的招財能量極強 就建議廟方把天爐放到正點來讓信眾觸摸 可以為信眾導引柴氣接引富貴磁場 摸天爐招財氣的順序 是我們在參拜完武財神後 先將我們的手掌放在主爐上過香火 然後將手掌放在天爐的金錢圖上開始 以順時針的方式摸一到三圈 然後像是用手掌抓起錢幣一樣 把這些財氣、財寶放在自己的口袋 這樣就可以把天爐的招財能量接引回家哦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南堪五福宮 一定要來試試看哦 天爐的財氣能量磁場到底有多強 聽說要在五福宮周遭附近的彩券行 曾經在三個月內開出了五次投彩 有信眾中了三億還特別委託銀行 帶著一百萬來這裡要跟武財神答謝還願 要說五福宮是全台樂透中獎金額最多地區的超強靈廟 真的是一點也不誇張耶 摸完天爐後 七掌櫃也要去來買彩券是手氣 希望下個重大獎的就是我 也希望有看到這支影片的粉絲客觀們 等一下一定要在影片下方 幫五福宮的財神爺分享 按讚加留言我要重大獎來接引彩氣 這樣說不定下一個投彩主人就是你哦 在正殿兩側的牆上 我們可以看到有以前的信眾捐款列明功德在這裡 在這面牆可以看到有最早紀錄的捐款 這邊有金二十元、二十五元、有的二十六元、有的四十元、五十元、還有兩百元 捐到兩百元就算是大金額了 再走到另外這面牆可以看到金額從兩百元、三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以上才能算多的 而再到裡面的這面牆 捐款金額就都是從千元、萬元起跳 當然因為時代經濟背景不同 壁紙也會有所變動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 即使是掌管天下的五財神 也會歷經時代的通貨膨脹 所以說從這些歷史紀錄來看 五福宮的五財神算是全台見證通貨膨脹最有感的五財神 真的是一點也不為過啊 那也相信財神也更能夠了解 信眾所遭遇的人生財運問題 也會更保佑我們的財運順遂了 走進五福宮的後殿 有看到這裡有一座使者公蛇洞 裡面也真的有養了好幾隻錦蛇喔 原來相傳當初五福宮在擴建 挖到後面地基的時候 裡面有非常多隻蛇聚集在這裡 但當人們要捕捉蛇的時候 他們就會消失不見 等到廟蓋好的時候 這些蛇就又全部回來了 因此當地百姓就認為這些蛇 是玄壇真君趙公明的護法部署 也因此特別為其蓋了一個使者公蛇洞 讓他們可以在這邊休息 也可以讓信眾來參拜 在民俗上蛇要稱為小龍 等於這裡也是一個小龍穴 所以五福宮有著全台灣最古老的財神爺金森 還有財性能量充沛飽滿的天爐 再加上又位處小龍穴上 也難怪五福宮擁有這麼多的信眾前神信仰 當然在這邊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喜歡掌櫃拜拜夠的影片 想要接收到七掌櫃每次帶大家到不同廟拜拜的上片通知 也一定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囉 再往二樓上去 中間供奉有觀音佛柱 在一旁則是供奉觀聖帝君 另一邊供奉天上聖母 比較特別的是這裡的媽祖娘娘 還有共拜彰化罵 北港罵 新港罵 美洲罵 讓信眾在這邊就可以一次 像這麼多的媽祖娘娘祈福庇佑喔 我們發現後面還有一個圓城墊 進到圓城墊前會先通過嚴獸解餓門 在裡面供奉有都老援軍 南斗新軍 北斗新軍 哇你們看這裡有滿滿的信眾平安禮斗 都安奉在此喔 在另外一邊的神殿還有供奉著月老新軍 文昌帝君 祝生娘娘 在這裡的月老新軍 也是可以讓人祈求姻緣帶回去的喔 所以想要有姻緣桃花的信眾粉絲 如果有機會到這邊 也可以來跟月老新軍祈求看看喔 欣賞到這邊南崗五福宮有哪個地方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如果你也曾經到過這裡拜拜 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七掌櫃 或者是你也有附近好吃的美食想要推薦給大家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跟大家分享喔 請你多多多多點 支持幾乎 你會看到你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也喜欢掌柜拜拜狗的内容 也欢迎多用行动支持我们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才能够接收到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 有你的支持 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狗 分享更多祈福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